陈济山下原来不过就是一个破村子 什么时候变成这么热闹的镇子 瞧一瞧 看一看啊 顺安镇首屈一指的白羽台客栈啊 顺安镇杀镇首选体验客栈 看一看啊 二位姑娘 您住店吗 咱白羽台客栈可是陈济山独死一家 是真正万路门前白羽台做地基所建成的 这室内啊 宽敞干净 这室外啊 是环境优美 是这 你说什么 宽敞干净啊 钱一军 是真正用白羽台做地基 你说你能盖房子用白羽台做地基 是啊 不 不可能 胡闹 光躺 真的姑娘 姑娘 姑娘 别的不敢说啊 我们这家客栈的地基 真是立门主送我们的姑娘 童搜无欺啊 牛木头 牛木头 你怎么了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我当主万路门时 为了显得咱们万路门特有气派 花了那么多功夫 挖了那么大块白羽做法阵台 砍了那么大一颗阴沉墓做机关阵 更是在陈济山门前 布下千阵险官 强阵 剑阵 血火灼烧酷寒冰地 擅闯者不是死就是生不如死 我费尽心思把陈济山打造成令人闻风丧胆的现实地狱 现在居然有人告诉我 我的白玉台被人拿去做客栈地基了 难来的北网的客官注意了啊 过了这个阵就没有这个口福了 正宗用陈济山山门前阴沉木做猪圈养出来的猪肉 招牌菜品大刀肉啊 包你吃完第一口就想吃第二口 不吃完一头猪啊 你们都不肯走啊 您问好 你先别生气 别生气 我过去了解一下 再看啊 别生气 客官 您里边请 里边请 姑娘 小二 请问你们的猪是怎么养的 我们的肉那都是用陈济山山门前 阴沉木改成的猪圈养出来的 我跟你说啊 那肉肉质酥嫩 路口台牙有巧劲 包你吃完第一盘想吃第二盘 你吃完 姑娘 您进去尝一口 您就知道了 那立门主亲自下链改的嘛 你相信我啊 您进去尝一口 我们那肉啊 真的是特别好吃 你真了 姑娘 你莫逃 您别走啊 姑娘 绝对通错无期啊 这 这 这些 这 这都什么 这 菜地啊 我要的是菜地吗 我要凶神恶煞 恶名远扬 一看就让人战力发抖推打颤的阵法啊 我 请 如今哪还有什么凶神恶煞 恶名远扬啊 万路门的李门主把山脚的地给我们种 吃饱川南最实在 原来的白玉台阴沉木的 都是噓头把脑的玩意儿 女魔头 你怎么了 我要缓缓 我有点想回冰窟窿里躺着去 你看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呀 这景色多美呀 而且大家都是一副 安居乐业的样子 李尘兰 夺门之仇 改造之罪 不共戴天 我一定要让你到真地狱 来给我规之认错 门主 身体不适吗 无妨 有何事 回门主 鲁刚一行 前去剿灭新筛门徒 至今未归 比预计归来的时间晚了许多 有意外 尚未查明 但属下以为 当多派人手前去查探 让阿大带人去调查 有需要便支援 是 陆兄 禁门主 属下赶到时 新山门主已经遇害 是 鲁大哥 鲁刚死状惨恋 像是同一人所为 确实是同一人所为 门主如何 监督 那个江湖实在猖狂 属下请命 前去剿灭 他猖狂 一定有他的理由 先别着急 先别着急动他 去查这个人的来历 若背后有其他势力 一并挖出来 是 都下去吧 下去 江湖兴风何时停 招摇 太平盛世 何其难成 是 女魔头 这个 不是陈济山的正门吧 我们要去哪儿啊 北山主院落 北山主元节吗 听说他最恨我们 宗门的人了 如果他见到我 他一定会杀了我的 别吵 别怂 跟着我 保你不死 我 站住 来者何人 去告诉元杰 门主来了 让他出来迎接 门主 在哪儿呢 让他出来我瞧瞧 你这小姑娘 张口便让北山主 前来迎接 好大的排场 你可以不认识我 也可以嘲笑我 只是你要知道 在万禄门中办事 就怕办错事 你不长眼睛 后果可能就是没眼睛了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去告诉他来接我 少糊弄人 我们现在进去通报 才是可笑 滚开 滚 对 赶紧滚 牛魔头 我们走吧 听见没有 赶紧给我滚开 再打扰大爷清静 小心你的脑袋 我看你真脑袋留着也没用 臭丫头 真当大爷我治不了你啊